我国飞机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有到多 从多到精的一个过程 如今中国的天空上越来越多种类的飞机翱翔 让全球未知赞叹 我们的飞机每一次飞向天空也为后一代打下基础 成前起后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而在前身飞机改进的基础上 我国又有一款优秀的无人机诞生 据媒体报道 日间由航空工业伊飞越研发的通用型无人运输机碳路星首划成功 这是继2018年11月完成集成测试和地面验证成功下线后 碳路星取得的又已研制成果 碳路星采用滑翔翼流线机身 机头是黑色的螺旋桨 在飞行停靠时也被网友称为如同戴上了墨镜 而碳路星的前身也是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小鹰500通用飞机 小鹰500通用飞机是中国第一架按照中国民航试航条例设计生产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轻型多用途飞机 可作为军民用初级教练机 商务机 具有优良的飞行特性 而且其经济性 可靠性 安全性 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有着空中奔驰的美誉 碳路星无人运输机在小鹰500的基础上改制而来 增加了自主研发的飞行控制系统 并为其配置了专门的地面站数据链路 使其成功化身为无人机 核心系统发生了大改变 而且在继承原型机优良性能的基础上 性能也大幅度提升 使其成为了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无人运输机 除了发挥运输机的用途 碳路星还与前身小鹰500一样 拥有多种功能与用途 据获悉 未来还可用于执行遥感测绘 环境监测 侦查监视 目标定位和通讯中继等任务 可谓既都不压身 而碳路星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实验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标志着我国无人机领域又一大进步 而中国是世界上无人机出口最大的国家 东西好不好投入市场才知道 中国无人机在国际上有口皆碑 成为了物美价廉的代名词 而此次碳路星舍华成功后 便由计划投入市场之中 对此 网友们表示 希望碳路星能大卖 美国人声称中国正在无人机领域从落后者变成世界领头羊之一 而中国的飞机制造业也如同碳路星的名称一样 在几代中国人奋斗的基础上汉明了路 将来还会走向更广阔的星光大道 感谢观看